根據環境部公布2023年空品監測戰的統計 台東現近五年的空氣品質污染下降 去年有349天良好率高達95.6% 是全國唯一縣市空品良好率高於9成5的地區 縣府也希望台東可以爭取代表台灣 成為亞洲地區的模範城市 天氣晴朗的好天氣 台東市區上空明亮一望無盡 風景區也都是外地來旅遊的人潮 好山好水是遊客對台東的第一印象 環境部公布2023年全國空氣品質監測統計 台東縣去年有349天空氣品質良好率高達95.6% 是全國唯一良好率超過95%的縣市 縣府更指出台東縣已經連續10年 維持全台最乾淨空氣的縣市 主要是每年編列400多萬元 並爭取第八核川局支援經費 在北南溪竹水田防止封殺洋城 並且在全縣設立三個空坪管制區 以監視器加強取締排放空污車輛 而且垃圾焚化廠經過一年的營運監測 空污排放監控比國家標準還嚴格 這樣的成果是全國的模範 也希望爭取代表臺灣和亞洲各國進行評比 成為亞洲空氣品質模範城市 環保局表示國際間的評比是以各國首都為對象 會向環境部建議未來參加國際環境評比 能讓台東縣執行的成效讓世界各國看得到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